这也不知道拉的是什么 看起来很重 实际上是一点都不轻 这么长的车身能顺利过去吗 看来今天是要被困这里了 欢迎来到今天的动力检测站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大线运输 前后一共有两台车 都是咱们的国产车 第一台车拉着四个圈 也不知道是什么 马上它就将通过一个 难度极大的发想弯 这个弯道的角度非常刁钻 加上这个车这么长 今天恐怕没那么容易通过 而且看拖板后面那么多的轮胎 估计货物的重量不会少于80吨 果然不出所料 它很快就走不动了 直接是停了下来 然而它只是在这里稍作休息 便又开始了尝试 它很快它又不行了 又停了下来 看来是真的有些难度了 并且就在它退后的同时 感觉应该是拖板有点挂底 不知道接下来司机该如何应对 这开半挂也太难了 之后反正就是看见司机 在这里来来回回的尝试 目前也是别无它法 就看前面的拖头车给不给力了 今天能不能将货物拉上来 就看它动力强不强了 结果你们也看到了 摩托车的出现打断了这次尝试 不得已又要推下去再来一次 很快看见车又动了起来 成败在此一举了 可以看到后面的轮胎 感觉都要消失了 真怕突然就炸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它这次上来了 这个拖头真的太厉害了 不过后面还有另外一台车 这台车拉了两台 八级背夹两个圈 光这两台八级的重量 应该至少30吨 不过这台车明显要短一些 看看它的表现 这拖板短一起 还是要好通过一些 看它应该是直接一把握了 不过这个弯 只是这条路的其中一个弯 下期视频我们看 难度更大的一个弯道 上董车店 搜索销量排行法 了解更多汽车资讯